明天山田马场上演12米2级赛精英碗 高派新马房会派出福日 重草成名 两匹震仓步出击 福日早前试习表现突出 作为今季的伏出战 这匹应届最佳短途马 有没有机会在新柜一出即成呢 欢迎大家收看明日有马跑 今期就是第13期赛事 今期回到沙田 主要赛事最重要是精英碗 上周沙田錦标有热头但冷脚 会否今次阳榜赛都是冷脚走进来呢 今期有阿佳和高庆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今次都是大赛日 短途的梁区出现 记得上一次中距离好像挺正劳 短途好像是否运战 是否都要继续找潘顿 金钻贵人 也有些重组成名 甚至街运财 预期都挺激烈的竞争 其实全日都有多少赛事 都挺值得备忘 不过赛道就用一个比较少用的B加伊跑道 大家看看B加伊跑道 对上一次用B加伊跑道 其实都已经是4月的事 亦是差不多半年前的事 如果看回上季至今B加伊兰 数据就少一点 贴难马和中跌马 还有外跌马 你见Vin数不是差很远 中跌21Vin 外跌和内跌 其实都是15-16Vin左右 但外跌上名马就较少 但看回4月3号 我觉得一只马可以在外面冲上来 就精准快车 大部分中跌都可以冲一下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中档马 我觉得不是很怕买的 尤其是最近其实都挺好追的 那看看临场 看多了两场形势 我觉得每次都有少少出入 不过今次我们录影的时间 原来今天联马斯和希斯都60岁生日 好像都有一些强阵 是呀 看看希斯今次的手马是怎样的 尤其是罗富泉、蔡悟汉、方家柏的马都不错的 留意今期都有一些退出保入马 都挺大影响的 但影场推出了两匹马 二号你知我性 三号神速奔驰也是机会马 九场三号 雷甸斗士这一款初出马 推出了保入马派 试赢 骑斯是蔡明少 停赛骑斯继续有黄浩南和霍宏星 还有今期有多保 510万多保 大家想想一下 今期我们精选赛容赤 第四、低巴及第九场 先看看头场赛事 头场赛事5班14米 上次洛天牌在1400米赢了 潘顿继续不放手 看看可否打一搭赢 看看是什么降班马 四号的福友 和七号的杨威四方 都是降班马 多多光彩 其实都试过在五班 但上次追下去就不一样 看看谷草转过来沙田1400 会否更适合 看看希斯可否第一场立即有何秀马 但这场赛事的形势 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上次洛天牌也好 你知低班 是否都能保持到呢 当然可能你贴士会放进去 但谷草转 我想选一只货传大师 高兄你也喜欢 其实这只都是今场 我觉得主要的增性马 看上去上去 其实它也很惨 黎超星第一次出马 这只都捧成大叶本 想着可以了 这里这样删删 经常说这些马匹充斥的时候 很关键 低班马 你删完它 你还想它爆上来很难 但虽然是这样 它看到在终点前 它逐步上回来收复了不少失地 我记得这匹马上一次 跑转仓的黎超星 那个体重已经让回撞了 下场的责义也不好 但是这次 踢了一场 跑回赢马的路程来的 你也说得对 因为这只马 其实以往在四班赢了之后 就完全交不到表现了 但上一场 都落见它 失败完之后 那只马中点前有点小 可能各族的情绪回来 回到赢马路程 希望它跑得最好 是呀 不过赢马上一次 我是不中的 因为我上季中了一次招 所以我不跟 其实上一场都是赢得漂亮的 看看神兴英雄 炮子胆都是同场的 这次是乐天派 捉到打了胜利之门 入直路 在中外档追赢 这场其实水准我觉得不错 因为第二名山生胜胜 都是赢开 在五班有点好处的马 甚至乎贵军的炮子胆 今季跑了两场1400米 都是跑得好的 让乐天派没断做了22秒94 做了全场最快没断追赢 脱开对手赢马 我觉得变得很好 其实这只马 根本在四班是入过Q 之后健康有点事 令到成绩低落了 但今季跑了两场 科罗日部速比率也做得好 上一场亦都赢得出色 不限制真的搞定 流鼻血的马 都一定要尽用 虽然说重磅一点 但潘顿好载 炮重磅马也是一手 我觉得是有资格再赢的 刚才你提出的点 就是健康 如果太热的话 也有个风险在这里 刚才在片段看一只神兴英雄 苏绍辉跑去又不同 莫雷拉 莫雷拉真的转弯不停踩 好像板在这里 苏绍辉上一次 早点留住 转弯摆正才开始慢慢摇下跌下 摇下跌下 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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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中 這場看今次神希英雄的檔位難跑 會否留後一點 因為上次有一點頂口 看看這場我們選擇什麼碼 頭場賽事 我喜歡12號庫泉大師 讀人位只要買他 如果連贏位都會有預許 還要加上神希英雄和炮子膽 頭場我買了連贏和位置Q 膽用樂天派 希望保持水準 配角方面 神希英雄庫泉大師我都要 但炮子膽用中液力減10磅 有些幫助 另外潮州大兄也要他 看完頭場賽事 看看第二場賽事 四班1600米 先看看排位表 很少安排1600米跑那麼早 上次金獎非凡用中液禮 一放到底 不過這場換句達人 幸運精選都是前置馬 看看今次會否放得那麼舒服 看看這場我預計補速正常 慶高採裂 其實兩將補速都不算很快 看看今次會否追得好 港斑馬就有2號 剛才數了好像也有些放頭馬 巴基之右這隻馬 每一季季初的閘 試得很正 我記得上季都有跟進 今季兩貨閘 是的 就看看今季兩貨閘 先看第一貨 9月27日第11組閘 1200米中液禮試 沿途貼欄 其實入直路中液禮試 少少試一下 但這隻馬都保持走勢 去到最後百多米 其實這隻馬都開始有少少 迫近前面的兩隻 綠燈和阻置擁區 這組閘試第三 其實過完終點 這隻馬如勢都很好 而這隻中場途馬試這貨閘 我覺得走勢已經算是好收貨 再看第二貨閘 10月11日第3組 千二米泥海榮市 二液出彎 這場試起來有少少額頭 不需要介意 一來它自己本身是有少少額頭傾向 二來當日那個沙泥地 可能打得比較高 有少少抗拒 但終點前年少有一位 去側邊追上來 其實這隻馬都會有少少撲上去 其實兩貨閘 我覺得真的都試得不錯 這隻巴基之友 其實是很有底質的馬 不過健康方面都有少少問題 所以都可能希望它 束藥一擊會好些 況且今季蘇惠然 都有不少馬 真的偷偷可以 revenized 跑得好 例如禮拜三尺寶 動輸了 有有講有少 而這隻馬的分數都落到於歷史的低位 其實說上季雖然未登上 breeding 上摩 都經常輸不軟的 用過手風順的赛銘 win 希望他會跳得好 上綸有一場絕 kur 季初美麗同享都很强的對手 所以他上了名 希望今次也能夠交到成績 上一場金像非凡 中逸禮跑這款馬控制步速 其實還可以的 一直不太快就行 因為上季也有說這筆馬 羅富全90年都沒有預算去犯 都要交代 結果放在前面也贏得 反而那些慶高措裂 後面藍梢還在搖 但現在有300步速 一不是超快 對那些後上馬沒什麼好處 你看那場馬來 很難在大後上追 金像非凡回到來 不過也好 經常都說這筆馬 贏得不多 加分就不多 現在又留在四班 1600又是找回中逸禮 加幾磅 按照杏汶運精選 我不知道他第一次跑 他會快一點 金像非凡 跟著也無不好 我覺得不需要 一定是鬥銷 反而那些慶高採裂 上一場末段的時間 追這麼多 而今次換了蘇紹輝 剛才記得紅衣憂俊 紅衣震撼的那些 一換了蘇紹輝 完全都會令那隻馬 打女後勁不同 數據好像都挺厲害的 如果看看慶高採裂 吳鵬之 就是蘇紹輝合作馬 總共合作了四次 全部都入了前四名 一管一啞 一鬼一典 不過剛剛看片時 看到一舖中環 其實排內檔 經常都跑得好 想不到上來1600都這麼好 但今次雖然換了潘頓 大個檔位加了1至13檔 怎樣做 上一次的分頭挺好的 林翔現場也有說 像是馬房的出擊架局 結果真是入了Q 但今次潘頓熱了 檔位跑不跑 其實都真的難跑一些 還有這隻馬是1600 我覺得差一點 真的要看潘頓怎樣流放 其實潘頓明天都挺不幸 大部份的馬都是八檔開外 所以看看明天如何克服 看看這場我們選擇什麼馬 這場選擇連任何位置Q 3匹1號的金像非凡 9號慶高採裂 以及12巴基自由 我簡單一點 一隻WinPay 就是12號的巴基自由 頭兩場看完了 待會回來看看第一口馬鐵頭軍 WinPay